小宝宝 你看见了吗 你看看我妈那什么态度 还指望她祝福我们 永远不可能 我觉得你 你撒谎 说你怀孕这事 确实有点不妥 你哥哪个母亲也接受不了了 我 我不想你因为我和你父母闹家 大方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想不想娶我 我当然想 那不就行了 反正现在跟我妈已经撕破脸了 谎话说出去根本收不回来 不是 萧雅 你对我好我都知道 我大方都记在心里 可是这件事咱们不能着急 咱们得慢慢来 你明白吗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们明天就去登记 好好好 好 那这样啊 好 就是你啊 张伦 我本身上有了 刚才我看你在屋里接电话 没敢打扰你 在这儿等着你呢 这是 这个月 那就麻烦你 转交给他 好的 好的 来 你们兄弟感情这么好 为什么不当兵给他呀 我明明这个人 他不要面子吗 大姐 又你这样的大哥 大姐 又你这样的大哥 真是有福气 张经理 还请你多多观察他 谢谢你啊 你就放心吧 好 小宇啊 快到会议室 新老总马上就到了 好啊 知道了 大家收拾好了 赶紧各克就位 新领导马上就到了 让我们热烈欢迎新老总上任 各位好 我叫李月欣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我们互相关照 出去干活 你在家好好的 这两天我 我每次要出门你的 这么点儿来 我来看看你 好 那五百多小时就回来 麻烦你了啊 张洪海陪着你 好好的啊 老牛 今天天好吧 你尝尝 吃里巴 好好好 吃苹果 好好的 好好 来 拿着 我离你 撒撒步去 走啦 来走 好 请进 李总 你们原来老总的助理还在吗 在啊 我们还在考虑怎么安置他呢 那就请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谈谈 好的 李总 他来了 他来了 你好吗 我挺好的 谢谢 李总 你们认识啊 我跟小语以前是一个公司的 那可真是太巧了 小副总 我刚来公司 对业务还不太熟 我想让小语当我的助理可以吗 那好 我没意见 小语啊 你把手头的事情安排一下 明天马上就上任吧 你跟李总是老同事了 沟通起来方便 更能配合工作 你有意见吗 李总 李总 午饭我已经安排好了 是专门为了欢迎您的 不用了 中午 我想和小语单独吃个饭 你看啊 等你父母 同意咱俩的时候 我要风风光光地把你取进门 来 你说我做什么才能感动他们 你父母到底喜欢什么呀 人家不是说了吗 你什么时候说了 李亚迪 马六 还有别的想做吗 可有识 是 到时候啊 我再给她加个零 弄个Q一百 挺好的 行 行 你肩膀挺长的啊 我给你涂她 我不涂了吧 我一老爷们儿涂上 什么 这什么呀 真好看 我爸教你吧 不是 这个是送给你的 你别咬啊 这是当年我爸陪我妈去西藏支教的时候 当地牧民送的一对狼爪子 看见了吗 我这儿有一颗 我妈特意说了一下 这颗 是留给女儿媳妇的 真好看啊 你想让我挠死你 行 让你挠一辈子 那个 媳妇 靠过来 靠不靠 小语啊 真羡慕你啊 能天天跟帅哥在一起工作 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为什么不是我呀 你喜欢啊那我让给你吧 去你的 你做什么狗水运了呀 什么呀 谁做狗水运了 李总我跟小语开玩笑呢 怎么样可以去吃饭了吗 李总那我有事我先出去了 好 是去附近找一家 还是去你喜欢的那家餐厅 我今天不 好 去你喜欢的那家餐厅 走了 不是 走啦 你听我说 干什么呀 那么多人看着呢 那么多人看着 我们俩就在这儿这么待着吗 走 走 李游戏你干嘛呀 送开 你送手 给我们两杯咖啡谢谢 好 你要干嘛 我为了你已经辞职一次了 我现在好不容易 手写了新的工作 我不想再辞职了 请慢用 你怎么看着我干嘛 说话呀 你的老公不是很有钱吗 你完全可以不用工作呀 你是故意气我的吗 对不起 我不敢用这种语气跟你说话 我向你道歉 我错了 我更不喜欢你现在的语气 笑语 没有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们之所以到今天 其实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什么意思呀 孩子 孩子怎么了 什么啊 那个孩子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孙玉宇其实是张南生的情人 而孙玉宇又一定要这个孩子最终 选了我做这个替罪党 所以我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明白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这就要托高健的福了 如果不是他 我们现在都还蒙在鼓里呢 他们把我们俩当猴儿一样说 孙玉宇 张南生 还有你现在的老公 告解 你说什么呢 根本不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是一伙的 我没说他们是一伙的 但是他们意气隐瞒 事实的真相 这是千真万确的 张南生不可能丢掉现在拥有的一切 而孙玉宇那么在乎自己的名誉地位 还有 他要做母亲的欲望 我不敢把真相告诉你 因为我怕失去你 小语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 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会回到我身边吗 我在公安局里边 我一晚上都在想你 我心里边最牵挂的 是你 喂 谁啊 谁啊 你腾法有病啊 小语啊 你怎么样 没伤着吧 我没事了 你脚疼你疼吗 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真没伤着啊 这花瓣 是自己掉下来了吗 她自己掉不下来 秦月吧 都给你省得肿了 喂 标灵吗 不要报警 根据我们的调查 顶楼的住户上有些花盆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 应该是纯属意外 有点太巧了吧 正好我们俩在楼下 花盆就掉下来了 这次只是我们的初步推断而已 我们还没有排查其他的可能性 我们会继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再有什么发现的话 我们会积极通知你 希望到时候 你可以积极跟我们配合 好吗 好 我们一定配合 好 那肖副总 麻烦你送一下两位警官吧 把电话留下 也有好联系 好的 那二位 这边请 好的 乱走警官 我们先走了 好的 你怎么样 没吓着吧 我没有 你手还疼吗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啊 我们俩之间 永远不要说谢谢 姑娘 干嘛去这是 我能干嘛去我 别生气 你妈还在气头上呢 你这事啊 逛点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 行不 没事 爸 你跟妈好好商量商量 等你俩商量完了 我孩子都生出来了 要不你给家休息两天 爸不想看你受委屈 爸 不用 我去上班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今天 差点被花盆砸了 在什么地方 公司楼下 还好有李月欣 不然的话 我脑袋就开花了 李月欣 他今天刚到的 是我们公司的新老总 他跟我说了一些话 讲了一些事 这些事好像你也知道吧 是啊 我上次就这样告诉你 可是奇怪的是 你也没问我呀 我哪有那么多想法呀 我当时脑子里全都是你说 一直想着我的事 你跟我说说 回去说吧 如果你不想让赵小雨 再一次受到伤害 我觉得有些时候 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 忘记这件事 我对您来说是最好的权费 我当然不愿意他才受到伤害 可这毕竟是一个骗局 你是这个骗局的责任人 而最可怜最恶负的 是赵小雨 他是个受害者 我也是受害人 算了 我也不想解释太多 我只是看警告一时 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他可以保护很多人 包括您跟小雨的感情 您一定会错到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心里存在这个秘密 还能够像从前那样 去面对小雨 对他那么单纯简单的人 任何欺骗 都让我觉得慈悚和惭愧 我了解 其实我也很刺责 我只是看警告一时 能够在我肚子里的孩子 出生之前 帮我保守住这个秘密 算我求您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消失的 是 就是为了躲我 是 对 我一想到你这道真相貌 会离开我 我这心里边 就不是滋味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既然不想让我离开 那我那天走 你为什么不去追我 我知道你跟李月星是初恋 我也知道 你们当初爱彼此有多深 所以我想 尊重你的选择 我觉得你那样走了 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后来 我约你见面 就是想告诉你真相 可是你却突然 把你心里的那点小秘密 全坦白了 让我再也没有说出 真相的勇气了 说心里话 我真的舍不得你离开我 真的 我妈跟我说过 说两个人要能在一起吃点酒 一直过一辈子 就得把钱放在一起 我们把钱放在一起吧 你要是觉得吃亏 我就把我的钱放在你那儿也行 你这哪跟哪儿啊这个 怎么了 你复习过日子不都是这样的吗 行 行 行 真服了你 我问你说啊 我呢不太习惯用存折 这张借记考呢 里面有我的全部存款 还有部分基金 这一招呢 是我的信用卡的副考 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满意了吧 可是我要卡也没有用啊 我又不知道密码 那我告诉你啊 它的密码 是我们的结婚登记日 你还记得 我们是哪天登记结婚的吗 当然啦 那就好 吃什么呀 这呀 我都饿了 你快去做吧 你没准备呀 不是应该你做吗 你犯错误了 谁犯错误了呀 好规矩 谁赢谁做啊 行 行 行 好好等着啊 这两张卡有什么好玩的 你都玩半天了 我热正想我要把它藏哪儿呢 藏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哎 只要别藏到你也找不到地方就行了 你会的 有这种可能哦 我现在呢 特别有做女主人的感觉 感觉非常好 你吓唤我 你吓唤我啊 没有 我是不放心啊 我不会乱花钱的 你放心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不放心那个吕叶欣 我跟他不会回到过去了 我一想到你们俩 天天在一屋檐下工作 我就心里边非常不舒服 你也会吃醋啦 那是啊 你是我老婆知道吗 回来了 我听说你受伤了 消息挺灵通啊 不过 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是不太满意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别付给他们钱啊 他们估计是给你找的生手 技术太粗糙了 真的 你是觉得我找人害了赵小雨是吗 难道不是吗 你能别把人想的都那么坏吗 没有 我以前把所有人都想成好人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道过歉了 也已经补偿你了 我按照你说的 让你去小雨的公司当了老总 你提出的条件我都满足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你是想让我难堪吗 我哪敢呀 您是谁呀 张总面前的红人 我有这个胆子吗 但是我告诉你 我会让张男胜难堪的 不过我还没想好 应该怎么做 李月欣 你别太过分了 要是没有她 就没有今天你在公司的位置 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 她对你跟孩子都这样了 你还能那么理解她 那照你的意思 我应该感谢张总的大恩大德呗 好 那我们就感谢张总对我的大恩大德啊 那我凭什么呀 啊 孙玉宇 就是因为你们 我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所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吃软饭的 也是你们把我的自尊踩在了脚下 所以我从你们那儿拿点什么 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是我对不起你 这个孩子也是我要要的 跟他没关系 他已经最大限度地 给了你他能给的一切 也算是对你 对我和孩子的一种补偿吧 他是给了我权利 给了我金钱 但是我的家没了 我的家没了 我的家没了 请进 小孩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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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其实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当时孙玉宣布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我跟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样的 小玉 真的回不去了吗 我知道你是 小玉宣布 你现在的生活 你现在的生活跟孙玉宣布已经分不开了 你现在的生活跟孙玉宣布已经分不开了 你现在的生活你能接受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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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是 你现在的生活 就算把钉子完整无损地拿出来 那个伤疤依然还在 没有 屋里没有 院里也没有 往哪儿去了呢 大哥 咱妈会不会把那画给弄烧了 不能 就咱妈那种性格 她能把那么珍贵的东西烧了吗 那哪儿去又会 出发我 看一下本期的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 6号球今年是一共出现了有19次 好 下面摇出的是本期的第4个红色号码球 来看一下本期的第4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 33号球今年已经是出现了有14了 好 本期的红球已经产生了4个 来看一下第5个红色号码球 看你这样了 真你没中 那什么看我那条 遥控器呢 25号球今年是一共开出了有 25号球今年是一共三次 那种好孩子 你说这电视剧牌的日并 这就这么点事 你这演了三集了 我决定 整个环球 我要决定 掉了 就啊 你说啊 咱们俩一天大眼灯小雅的 有意思吗 小雅这话甚至同意了吧 我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那大方一个小伙子 她哪会照顾孕妇啊 咱闺女在外面没吃没喝的 你不心疼啊 我闺女我怎么不心疼啊 那你同意了吧 那宝贝你找着没 怎么那宝贝比姑娘都中小啊 两码事 找着没有 我指着这宝贝活着呢 找到厨房了都 找出厨房了 抓起找啊 我这指着我得还债呢 我欠你们家那么多钱 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们 不行 在那你好好干啊 让丽丘瞅瞅瞅瞅我儿子不能带 别是就这点事 你就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放心 爸 爸 爸 你怎么来了你 想你了吧 快来快来快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爸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 哎 我趁他们都不在 把房子扫一扫 你怎么想起来来了想我了 算了吧说得好听 是不是小时候的过得特别美 把你老爸就给忘了 哪有啊 我给你买了这么多好吃 你还说我爸你别忘了 好好好好好 来来来来 太好了我东西包起来 帮我一起扫一扫 走 祸子 祸子 你为什么一切都没关呢 红烫 我给你烧干了 红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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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救命啊 来人哪 红烫 红烫 快 快 你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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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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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了 有我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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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快点赶紧行 快点 小艾 快点 开闪 大夫说了 要再晚来三分钟 你爸 你爸可能就 我会吐的腰 我的妈呀 吐的 我吐着孩子一身子 多亏了我们呀大方 多亏了我 我回了吉时 我一进屋 煤气 我三步并走两步 我冲进厨房 关掉煤气开开窗户 我再也回头 你爸的桌子就显得了 俩眼发指 口吐白沫 来人哪 救命啊 别喊了别喊了 要不是我们大方 把爸爸背到医院 你那体格 你行吗你 我要不喊 你们能及时上来吗 你不喊我妹妹的门口 行了 行了 这个你们也整 把她的衣服 你还要洗 没事我再给她买一架 爸 你说你怎么回事 这么大人了 怎么就中煤气了呢 我如果烧水嘛 我也想喝点咖啡呀 我也好研究 把那彩票 我一边烧水 一边研究彩票 可能是抬头路了 哎呀 当我想起水的时候 我猛地一站起来 眼前一片惊心 我当时还以为我 中了大奖了呢 后面这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爸给熏炖了片了 原来您是因为 烧热水中的煤气呀 多危险 这样吧 叔叔阿姨 明天我给家里 买一个自动饮水机 以后不用烧热水 一通电热水随时喝 那感情好 这一通成电 好 这一个月下来 电费加上桶装水 得多少钱呢 阿姨您放心 桶装水啊我都给包了 这多不合适 合适 让大方给个表现的机会 要不然我妈又在说大方 假大方 这种污蔑我 我说过这种话吗 我说过这种话吗 我说过吗 我说过吗 那桶装水什么牌子好 你爸说什么 他说桶装水什么牌子好 那是看您喜欢喝矿泉的 还是纯净的 不是 矿泉水好 矿泉水里边有矿质 对人体好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了啊 没事 你没事就行了 别吓唬人了 小雅你也别着急了 你爸没事了 嗯 怎么样 在新公司工作得还顺利吗 有效率在旁边帮我 当然很顺利了 对了 我听说这家公司 原来的老总是你的朋友 是 我看了公司最近几个月的业绩啊 你这个朋友的能力 不敢恭维啊 这家公司有非常好的销售渠道 客户基础 但是在业绩上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我准备改革裁员 保证不出三个月 业绩翻倍 我相信你 如果到时候我们公司的业绩超够了你 你不会生气吧 你还在乎我生不生气吗 好 李月欣 我们在一起生活也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努力地为你做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一切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心里对我就只有恨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 等孩子生下来 叔叔您看放这儿合适吗 合适合适 一马 把我彩片挡上了 别别别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这样看着就行 太好了太好了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跟小雅她们还不同意 那我买的挺合适的 破费的啊 不破费的 然后从明天开始啊 我每天给您去水站买一桶水去 自己去买还能省一块钱奔运费呢 不用每天 每天能喝得了一桶水 那成是水桶呢 隔天 隔天 感觉感觉啊 一气 四句 可了可了可了 这是怎么接水啊 这个后边有一个电源 您 然后呢 你看从这打开 这个绿灯亮的时候就可以接热水 然后红灯亮的时候是正在加热的 水还没开呢 老这么点肯定废电吧 不费电 一天也就零点五度电 那还不到一路呢 对啊 这还加热呢 我来点凉水 好了好了好了 水一天 不费了啊 你干你老出去 跟小雅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挺好的呀 而且我来说服他 先不等计 等天二老同意了再说 好 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 什么孩子 出事了 出事 孩子 叔叔 怎么了 我 我跟您说实话吧 那就是您出事的那天 我跟小雅回来 就是想跟您二老 承认一下错误 小雅 没怀孕 没怀孕哪 小雅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 但是我更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啊 就是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 我跟小雅还没那什么呢 那小雅跟他妈说她怀孕了 那是彼得他妈同意你们俩结婚 你别看我闺女啊 平时张张罗罗的 但是骨子里啊 是个非常传统的女孩子 对对对 我比她还传统的 所以我就说嘛 结婚这事啊 必须得等老人同意 嗯 她能挺你的 她挺我的呀 这 这是一物相一物啊 你看 她妈就把我给想 她妈就特别特别地相信我这一点 妈 放心 我站在你们这边 谢谢叔叔 我给你去查去 不用不用 您别客气 你看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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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你好 李总在吗 嗯 李总的不在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帮你转达 你是赵小雨吗 嗯 是我 我是孙玉宇 李月欣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你现在知道她在哪儿吗 嗯 对不起 孙总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小雨 麻烦你帮我个忙 帮我找一下李月欣 我现在很不舒服 正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啊 那你告诉我你要去哪家医院 我要是看到她了 或者找到她 我马上告诉她 我马上告诉她